大家知道我写字啊我写字呢多半写小凯 写小凯呢我手又又抖 后道里的是手是手 他们说良性震颤 我只有睡好了觉之后早晨起来 在床边上第一时间 怕那写字手能稳一会儿 我想写字写不了多长时间了 我有一种紧迫感 所以最近我就想把一些经典的东西写完 我最近在写堂诗三百首这两天 在写礼拜 今天写礼拜数到难 我估计我这个不但手在抖啊 而且我这脑子也做了病了 我今天一边写礼拜的数到难 我一边呢脑子就胡思乱想 有人说你脑子进水了 我脑子不进水 我脑子进尿了 我脑子里浮现出一包尿的画面 有人跑到日本晋光神社撒了泡尿 这两天连着上热搜 我估计我就是看了这个消息 所以我呢写字的时候呢 我左脑是千山万鹤 数到难的画面 右脑呢是晋光神社 赫然一泡尿 有一个人跑到那现场了 刚做了视频 说还有点湿 事情过去好几天了 还有点湿 那是尿吗 是谁倒的矿泉水吧 还是这个拍视频的人 为了增加现场感 他自己就那么一说呀 我注意到了 有人带节奏 说跑到日本晋光神社去撒尿 这个事件是国内自爆嫖娼者的炒作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去撒尿的一个人呀 他不是个道德玩人 有道德瑕疵 道德瑕疵就是说 他自己在节目当中曾经说过 他嫖过娼 真的假的咱也不知道 但是呢 带节奏者 据此评论说 这跟爱国主义没关系 是个消费的噱头 对这种解读 我不太了解 我不了解撒尿 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是我在想 即使他是一个嫖过娼的人 哪怕他是一个资深的老嫖客 他掏出家伙了 在晋国神社来这么一炮 那事情也就没那么简单了 你从个人道德瑕疵的角度来对他进行揭露和批判 就显得不够劲 是不到位甚至不靠谱 有道德洁癖的人会说 你你在日本日本人那么干净 日本拉镜头都收拾那么干净 分类搞得那么好 你跑到晋国神社那些撒尿 你不知道公共场所不能随便撒尿 公共场所必须遵守规则 不随意大小便 谁都知道小学生都知道 你那么大多人 你跑到那儿去 你不是丢人吗 这个批判完全有道理 第一我同意 第二我认为说的很好 第三我认为说的不太到位 因为关键的问题没有谈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泡尿啊 不符合日本公共场所的管理规定 那是一定的 在中国公共场所 世界各国公共场所 你都不能解个裤袋 就在那儿随便便虐 对吧 但是这泡尿 是一个中国人撒的 这泡尿 是在日本晋国神社撒的 撒这个尿之后 据说撒尿的人说了 他是抗议日本往大海里排放 喝污染水 注意啊 是喝污染水 而不是喝废水 那这个情况 您觉得是不是 就有一点稍稍复杂了 晋国神社什么地方 晋国神社有大量的 日本甲级战犯 以及战犯供奉在这个地方 这些日本的甲级战犯 以及战犯在中国 杀害了无数的老百姓 抗日战争期间 日本加害于中国人民死伤 中国同胞三千五百万之多 但是日本人 他们疏于反省 不好意思反省 甚至拒绝反省 日本的高官 包括首相在职的 离职的 几乎所有的高官 频频参拜 经过神社 日本政府紧抱美国大腿 日本自卫队 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假想敌 日本历届政府拒绝就 清华战争 做出深刻反省 所以这是一群坚持野蛮 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家伙 在这个地方 既然你们到这来拜 你叫拜神 中国老百姓一般喜欢说拜鬼 既然呢你到这来拜鬼 而且弄那么神圣 那现在有个人到这来 撒了一泡尿 那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这泡尿仅仅是一个 文明礼貌的问题吗 仅仅是一个不遵守 所在国的法律的问题吗 第二个问题是 这泡尿能够交行那些 军国主义分子和 直到今天不肯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的 日本优异分子吗 一泡尿能交警吗 我一边写着李白的数道难 我一边呢在想 今天我们是不是需要警惕点什么 在今天中国的舆论场当中呀 有人刻意抽去 要抽掉抹掉 日本帝国主义 加害中华民族的历史事实 有些人看到日本政府 现实的反华政策的时候 故意打上马赛克 就把这背景都抽掉了 只盯着一泡尿 化验也没完 只盯着这泡尿 骂个没完 只盯着这泡尿 说尿尿这小子自己说过 他嫖过尝 试图引发观众对他的道德谴责 这些人带节奏 还插着腰很娇撑的 对着这个撒尿的人说 你不文明 你不礼貌 你没素质 你没教养 又又又 一个很沉重的话题 在这些人的眼睛当中 怎么变得那么轻调 那么肤浅 仅仅是小群生文明礼貌 守则 你没遵守 所以你没素质 没教养 我有一个很简单的看法 我郑重建议 把文明礼貌素质教养问题 存在这个问题 这是个真正问题 和日本帝国主义 对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灾难的 这样一个历史上大问题 区别开来 不要混为一谈 不要只谈这一泡尿 而忘记日本帝国主义 加害中国人民的血海深仇 蜀道男士李白的代表作 跟呛敬酒一样 都是沿用岳府的旧体 那手法相当浪漫 展开丰富的想象 艺术性的再现了蜀道 争容突兀 强悍齐驱 这种齐力啊 惊险啊 不可凌悦的磅礴气势 歌颂蜀地 山川秀美 诗人的浪漫气质 和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跃然直上 因为走神 所以这字没写好 脑子关于这件事 也没想明白 但是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感想 特别是我和那些 带节奏的人的 不太一样的想法 跟各位汇报一下 如果我说错了 请您批评执政 感谢收看 我是中国国民 北京市民北京市 东城区居民斯马兰 再见